好啦 那這個來汪汪 生日來 汪汪生日來生日快樂一下 這是今天的壽星 臉都歪了 有沒有 6月2號是他的生日 他是一隻個性很好的狗 你看我可以這樣摟鱗他 大家晚安啦 吃飽咩 明天會更好了啦 晚安大家晚安 今天這個為了直播 我到現在還沒吃飯 我每次都吃完才直播 可是今天因為為了要吃給大家看 所以我現在還沒吃飯 如果考到駕照要練車 什麼二手車比較好 預算20萬左右 很多都很棒啊 真的啦 你就買那種對人生失去熱情的就很棒 就是那種這個Vios啊 CorePlus啊一些這種 你以這個路上比較多 這個叫做什麼 市占率高一點的一些國產車 就都很棒 都非常是 而且我跟你講你如果來跟我買 我可以保證你這個當初學者的過程 會很開心 因為有人陪著你養車 有人幫你把代步車 尋得好好的 你回去只需要開 然後加汽油定期保養 而且每一次回來保養 還可以學習相關的技能 對不對 然後你的知識跟嘗試都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回去你晚上變換知識也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一舉數得 所以要買代步車來跟小師買是最棒的 真的啦 絕對不會讓你修到破產 雖然我現在比較舊的車 之前有說明過比較少了 可是我當初真的就是賣這種 這個初學者人生第一部車開始起家的 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種車齁 我以前自己就是剛出社會第一台車 買二手就被騙 然後花很多錢修車養車 然後改車有的沒的 因為那時候知識還沒有那麼的 資訊傳遞沒有那麼的容易取得 所以就傻傻的 人家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弄 然後就花了一大堆錢 然後也買到爛車 然後最後就沒錢 沒錢就把車賣掉 結果賣掉貸款又不夠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人生的第一台車 大多數的人都是買中古的 所以我認為 你要當人家的第一次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嗎 就跟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一樣 第一次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如果第一次這個女生 跟他第一次交往的男生 如果交得好 你後面就很輕鬆了 不是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就遇到渣男渣女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後面你就會對愛情絕望 就想說我這輩子 再也不買二手車了 對不對 有的就說我這輩子 再也不交女朋友了 我以後要喜歡男生 我只交男朋友 因為女生都會騙我的錢 之類的 有的女的就變雷絲鞭了 因為他覺得男生都那麼 又暴力 對他又不好 男生都很壞 所以以後他就交女生 他就變T 就變雷絲鞭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很重要 對不對 你第一次買二手車跟小吃買 之後絕對不會有這種狀況 你以後每一次 有沒有 我們這種是在做口碑的 我們這出去外面 人家來跟我們交朋友 我們在做口碑的 以後都還會再回來找我們 就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這個 最喜歡這個初學者 因為我覺得會有一種陪伴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說賣他一個好東西 又陪伴著他照顧這台車 一年兩年三年 到他換更好的車 甚至換新車 我都覺得很棒 當然 你不是說便宜的車 就一定要長得很醜 20萬的車裡面 你挑一台 你最順眼的就好了 一定會有順眼的 對不對 如果你預算20萬 結果每一台 你都不順眼 對不對 那就代表什麼 你預算太低了 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常看網路上的梗圖 有沒有 客戶的預算 客戶的需求 跟客戶的預算 對不對 這是不一樣的 會有落差 晚上好啊 我要準備吃播了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關門 這個是日本進口的手撕醬包 然後現在有這個 你那個全聯跟 好像有些便利商店都買得到了 不貴啦 我記得一包五十幾塊吧 他這個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我就現場吃這個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我跟你講 到最後我們會有抽獎 因為我有很多 這真的很好吃 我沒有很開玩笑的 我為什麼會吃給你們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吃 他這個打開是這樣 裡面有兩盒 然後後面是這樣 有沒有 他有兩劑 這個在日本 如果有去吃過 就是他這兩劑 你只要一對摺 他就會噴出來 就抓出來 抓出來就是什麼 他就是不沾手 乾乾吃剝秀 對 美食水水乾乾 我現在 我還是要準備一下問題 要不然下一集精華沒東西剪 來來來來 最近這個禮拜遇到的問題 來這個禮拜的問題 這個又有人買到這個租賃車了 他說他去查他買的車的監禮站登記里程 發現他這台車雖然只是三年車而已 為什麼會已經查得到驗車的里程 一般來講 我們不是新車忙五年才第一次驗車嗎 這有幾個可能嗎 一個就是他狡銷從領換過大牌去驗車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可能 就是他之前是租賃車掛R牌的 R牌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要轉手賣掉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過回個人的名字嘛 一定要先把牌繳掉啦 所以通常就有可能之前是租賃車的機率蠻高的 其實買到租賃車的機率越來越高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有沒有公司的配車啊 或者是一些這個要所謂的抵稅折稅之類的這種啊 他都有可能去買租賃車嘛 現在有很多自己家裡開公司 也會買公司的租賃長租車嘛 那我是覺得說租賃車是還好 只是說人家賣給你的時候 有沒有簽這個定型化契約 有沒有告訴你他是租賃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重點吧 租賃車沒什麼啊 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就OK了嘛 但是為什麼你要想喔 為什麼定型化契約 要特地把租賃車這個項目 這個欄位放進去讓你勾選 那就是一定說租賃車他比較 跟一般自用的狀況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狀況 例如說他的租賃車是類似像UBER那種 那還有一個是掛租賃車 會不會有可能是公司的公務車 就是說開這台車的人很複雜 隨便你只要公司的任何人去申請 你就可以開對不對 那大家知道大家也擔心啊 說如果這台車是公司 大家輪流開 那誰會愛惜他對不對 大家曬的都會不會吹啊 整個公司的對不對 反正那個保養費都是公司在處理的啊 所以掛過R牌租賃車 他可能會產生的問題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不代表說掛R牌一定不能買 這是一個掛R牌也有自用的 而且也照顧得很好 有些高級車也是啊 你像我舉例嘛 我們那個我的那個特斯拉 對不對他之前就是租賃車啊 所以租賃車還分長租車短租車 還是營業用車還是公司人人開的那種租賃車 就會把問題複雜化了 但我覺得那都無所謂 那是另外一個城市的問題 重點是你在賣的時候 你跟人家講就好了 比如說我特斯拉 你來跟我買特斯拉我會跟你講 那影片都有了嘛 那就是一個公司 什麼公司的老闆的車子 他是半常租的 那我就在定型化契約裡面 我就跟你勾之前為租賃車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那就沒事了嘛 那現在很多的問題是發生在 他們買了以後才發現 第一個他們簽的可能不是定型化契約 第二個就算他簽的定型化契約 人家也沒有勾租賃車 甚至連講都沒有跟他講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的所在 我就說了很多車子你都可以去撞過啊 你都可以去擦桑啊 對不對你也可以里程數跑很高也沒關係 但你告訴我就好了嘛 你不要把里程數調很低再賣我騙我嘛 你不要有撞過不告訴我就好了嘛 對不對我覺得就是反映一個現實的狀況 所以其實像這些觀眾朋友反映的東西 都是這個沒有告知就這樣而已 不是說車真的很爛 而是買的時候他就沒跟我講 還有一個很多像上次這個 來來來來來 最近有人問我一台車的某台車的行情 我比如說我隨便舉啊 我也忘記什麼車了 好他就問我說 小事哥我有一台2017年的什麼車啊剩多少錢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以目前現在的狀況大概剩下45萬 接下來他就怎麼樣 他用訊息給我了 他就去查了某二手車行情查詢網站的這個價格貼給我說 小事哥可是我在這個網站上 他貼給我的參考行情是50萬耶 為什麼你只報45萬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有很多這個網站上面 他都會號稱說 你只要輸入你車子的資料 我就可以跟你講行情 那問題有幾個 這個網站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他不知道現在市場的狀況 比如說大家知道網站是死的嘛 他把這些計算的模板已經寫好了給你 你只輸入年份車型顏色里程等級選項 他就跟你講你這車剩50萬 好問題來了 現在疫情期間耶 我跟你講我常跟大家分享行情是什麼 市場反應出來的 現在市場一片寂靜 只有少數的在賣而已 所有的車商買了一大堆車賣不出去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他還有可能是50萬嗎 所以網站上他不會知道現在市場是什麼狀況 他沒有辦法即時反應嘛 他那他這些語言程式寫好以後就是這樣 模板就是這樣 他怎麼知道現在股票跌還在漲 對不對 他怎麼知道現在油價是不是長得很誇張 所以這個市場交易很慘 大家不開車了 他怎麼知道現在在疫情 大家都不太想買車了 沒有人敢出門了 對不對 這個網站他不知道 所以他還是給你一個50這個數字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給你50這個數字 他是不用負責任的 什麼意思 他現在在上面秀50 那你叫他跟你買 你叫網站跟你買 你打電話去這個網站說 你跟我說50 你50來跟我買 他有要跟你買嗎 真的拿錢出來買的 有成交那個才叫行情 否則要報不用負責任 我跟你報60啊 你說他跟你那個網站跟你說50 是不是我跟你報60 啊你好小事我60賣你 我不要買啊 我只是給你參考而已 我覺得你那個行情是60 我沒有要買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就是一個公式而已 他也不會跟你買 但是我跟你報45 你車開來 如果你真的沒有撞過 沒有怎麼樣 小事你不是跟我講45 你要買啊 你要求喔 你可以求嗎 我如果求啊 我會去用Google 會不會被人家評論 你懂我意思嗎 會跟你報這個行情的 他又不會跟你買 那你用那個50來給我看說 小事你很落差勒 你哪有這45萬 人家網站寫50 他就不用負責任 100我也ok啊 我跟你講100也可以啊 不用負責任 我要戰戰兢兢的回覆 每一個問我行情的人 因為我回錯了 你會不會開來賣我 我會 我一個報錯 不小心報個100 你開來 我也是要買 有沒有可能 有喔 除非我這個想辦法落跑 對不對 Q一下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 有時候網路上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 他可以給你一個參考 但是真的要買 像有時候 我在網路上回一些車子啊 比如說他問我什麼車 然後說跑20萬 那我就會說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里程數太高了 我不收 所以我就不跟你報價 他說沒關係 你給我一個價錢參考 我說因為我沒有要買 我給你的價錢 一點參考價值都沒有 要給就是給有參考價值的數字 我覺得才是真的啦 那我也能夠體會說 每一個想要賣車的人 會覺得說怎麼收那麼低 你們車商都收很低賣很貴 這個我都能夠體會 因為賣的人想賣高 賣的人想賣便宜 我真的能夠體會 可是我是覺得說 那個也沒有關係 沒有緣分 就不要交易就好了 不要感覺好像 大家都很喜歡你的車 那種感覺 其實也沒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沒什麼意義啦 我就不買的車 我跟你報價幹嘛 我跟你講 我跟你報高了喔 你去外面 故意輪賣不出去 也沒有用啦 對不對 我如果跟你報太便宜 你一出去 別人一買走 結果也爽到人家 對不對 我也不能跟你報太便宜啊 萬一你小吃說20 好我一出去20有賣 其實那車搞不好有30 對不對 所以我也不敢跟你亂報 因為報太低 會害你賣太便宜 報太高 你賣不出去也沒有用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 對啊 不給錢就不算嫖 對不對 我們就還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我坦白話講 有時候做功課也很累啦 我講一個實在話啦 現在這個時機齁 我現在在那邊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 反正這很多粉絲 都是已經這個 已經跟我買過車了嘛 對不對 其實齁 如果說現在疫情再這樣下去 最近會是一個 買二手車很好的時機 我很認真跟大家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講不好 因為怕大家會等 我聲音已經夠差我沒差 不然大家都老吵 大家都老吵 都不要買買 現在因為坦白說 我也沒什麼好裝的啦 我也不用裝的 好像我生意很好 好不好 大家生意都沒有很好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們真的會 以後會有機會想要換車 可是你卻在等疫情 我跟你講 我勸你 你可以在疫情的時候先買 我認真講的 這個依照以前的一些SARS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經驗 在這一種停自棋的時候 才是入手最好時機 之前還有說什麼 買賣房子的時候 SARS買房子 買車我是不會跟你講賺錢 但是我是覺得現在買車 坦白說價錢是會比較軟的 你如果要等到疫情過了 你再出來 我告訴你你就買不到便宜了 你會在市場上升中去接到手 現在只是平而已 甚至掉 你不在這個斜線的時候接 你要去上升的時候接 那個就有一點落差了 疫情好轉大家都一樣 車價就上去了 現在反而是賣車的多 買車的少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過 市場機制就是這樣 升多週少 還是升少週多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要趁現在 真的就是要趁現在 現在有很多很多車行在等很快的 你就趁現在 歡迎去處理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真的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機 當然我不是在鼓吹說好像賺疫情財還是什麼 我跟你講現在沒有人敢說賺錢的 現在大家都是在撐著不要讓生活更糟而已 現在賣車大家都這個時機這麼差 誰敢想賺錢的事情 你不要想太多了 我是在撐著不要倒而已 不會啦 我其實我不會去講說 不喜歡去講什麼老闆不好當這種話 你在賺錢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說 我當老闆賺錢賺得好爽 有沒有 他把時機不好在那邊乾乾叫 我是比較不喜歡做這種事情 我還是覺得說這個 大家嘻嘻哈哈 開開心心的比較重要 開開心心把這個時機 度過去就好了 俊凱 我們的馬自達超級業務王俊凱 雖然最近應該也沒有什麼人在買車了 我還是幫俊凱宣傳一下好不好 他是在台北新莊的馬自達 業務弟兄 去不用給我面子 砍到底 你如果想買馬自達新車 你可以去找俊凱 中間沒有留commission 你去就直接把他殺到劍谷 好不好 不用服務你就跟他拚 你不用服務我 你給我最便宜就好 好不好 就這樣就好了 二手車利率 我跟你講 車的年齡加上這個 你分期的年限齁 期數齁 加起來如果不超過7年的話 可以做到2.99% 那你如果是會超過7年 車的年齡 加你分期的期數齁 會加超過7年 一般是在4.5%左右 然後你如果超過10年的車 一般會在5.5%左右 大概就是這樣 帶9%被騙了嗎 要看你車子的年份跟你分期的期數 加起來是幾年 加起來14年齁 超過10年那應該會在5.5%左右 比較符合 可是不一定 你也不用覺得你帶太貴 有時候可能 坦白說有可能 如果客人的條件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稍微再高一點 或者是說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分期你不要懷疑 你只要看到名片拿出來是融資公司 利息一定就是會比較高 那你名片拿出來是XX銀行 XX商營 那個一定會比較低 這個就是全省都一樣 全國都一樣 好不好 有人會說XX你不要再講全省 這個就是全國都是這樣的 你去看融資公司跟銀行 可是當然因為銀行的條件 審核條件會比較嚴格 我們也辦融資公司 因為如果說我們客人條件沒有那麼漂亮 辦銀行可能會有問題 或者是可能會乘數不夠 可能會辦不過 金額會帶不到 那我們可能沒辦法 我們會跟客人溝通 說那如果你真的需要這個車子 那融資公司可不可以 稍微貴一點可不可以 客人接受我們再辦 對阿 我覺得這樣就 大家就講清楚就好了 阿不要什麼都不說 辦下去 哇利息很高 那就被人家抓了阿 有打算買提灌R嗎 目前還沒遇到 我跟你講喔 我進車沒有一定的 我進車一定會進的 就是一些國產車 然後很好照顧 然後我很常賣那些車 你就會發現說 我車子的重複率其實蠻高的 像這種提灌R這種比較特殊的一些進口車 比較冷門的車 不常賣的那些車 通常就是我有遇到 然後車況好 里程數不高 我才會去進他 所以你看那些比較冷門的車 除非是車況好我才會進 而且我不會去特別去找那個車進來賣 我會遇到再收 這樣才會便宜 我才賺得多 你們才買的便宜 我也賺得多 我如果要特地去把 比如說提灌R這個 我很少會有遇到很 有在賣的車 我還特地去外面 把它找回來 再賺一手賣給你 你買的貴 我賺的也沒有那麼爽 就沒意義嘛 對不對 改卡前要做電腦編程 有可能喔 因為現在都有整合那個自動煞車嘛 跟車等等的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改卡前 我覺得會有電路的問題沒有錯喔 現在甚至你有一些車款 煞車來令片的厚度都在行車電腦的計算裡面 所以 絕對換卡前是有可能的 還有ABS系統啊等等的 那都整合在電腦裡啊 有沒有 換煞車有換來令片 全部都電腦都 裡面都有記錄啊 所以有可能啊 你要改卡前其實會牽涉到蠻多問題的 你不要看現在車子電腦裡面 登記的東西非常多 你的用車習慣 你的油髒了沒 然後你的雙離合器 像DSG那個車 你的離合器片剩多少 百分之幾等等 那個其實在電腦裡面都記得很清楚耶 不要傻傻的 現在那種BMW 你幾天幾分到哪個汽車旅館幾天幾分出來 我跟你講總部都知道啦 因為他現在APP就有那個功能啊 尋車有沒有 你按定位 你就知道你的車停在哪裡 門是開著還關著的 我是不敢給我老婆知道耶 要不然他灌那個軟體 我車停在哪裡多久他都知道耶 車子是發動的 門是開的還是關的 冷氣有沒有開 從手機APP他都看得到耶 對啊那都會回傳好不好 他那個系到 我有看過那個APP軟體啊 他那個系到你車子 車頭是朝哪個方向他都有 朝東 朝西 朝南朝北 幾點幾分出來都知道 如果是要換算那個出來 他可能要推一下 往前推一下 因為那個比較難換算 因為有些人我講 他前戲是從訪問開始嘛 所以時間上就比較難掌握一點 有些人訪問要訪問比較久啊 有些人有沒有訪問沒有三秒就合體了 所以每個人的那個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不好計算啦 不好計算 我跟你講 我們人這就是婚姻的秘訣 我們人就是這麼的直接 這麼大啦啦 給他知道這個APP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每次做壞事 干我屁事 如果現在說這個殺人馬上要槍斃 有沒有 現在通過了一個法 我有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我又不殺人 殺人馬上槍斃這個法干我屁事 所以我又不會這個到處亂搞 我給他知道這個APP 剛好屁事 而且那個APP只有V0查得到 我不能開別台去嗎 我一定要開V0去做壞事嗎 我要做壞事的時候 難道我不會閃過那台V0 開別台車去做壞事嗎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婚姻的秘訣了 就是讓他覺得他好像掌握了你 可是其實他什麼都不知道 有沒有 有沒有學到婚姻的秘訣了 這個就除了求生大事以外 我們就幹話大事這樣 幹話說著說著 就搞不清楚哪個真的哪個假的 求生欲 我求生意志只能夠僵 每天都在求生耶 我的人生從眼睛張開到閉起來 過程當中一直都在求生 這個人吃人的社會 我從一出生我就在求生了 拜託你還以為 對啊 有沒有 人家這個就是正能量思考 對不對 跟老婆這樣講 老婆就會讓你買V0了 沒有錯 現在500多位觀眾朋友 老婆不讓你買雙B嗎 我告訴你 把小事這個直播給他看 車頭朝哪個方向 都知道 叫老婆就是買V0就對了 不用再擔心這個 家裡的這個財政大臣不給你錢 去買V0 用這種說法 就可以了 不要再開國產車了 你遲早要修車的 何不現在開始修 學起來了吧 連老婆都沒有 是有比較 連老婆都沒有 那你更要買V0 買了以後 我跟你講 後宮家力三千人鐵杵魔神秀花針 好不好 先買V0再說了 你遲早要買V0的 為什麼不買V0 下一台新車買什麼 沒有 現在那個市場停滯了 對什麼車都不太有感覺 現在買哪一台車都覺得很可怕 真的 他這種可怕的程度 像這種 我講的之前的雷曼風暴 或SARS 或者是現在疫情這種狀況是 就算一台車賣給你再便宜 你都沒有把握 你都沒有把握 你是不是能在合理的時間把它賣掉 真的 現在沒有所謂到什麼真的很便宜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市場停滯可怕的狀況就這樣 不是說 我這個一杯咖啡本來賣50塊 有人買對不對 現在停滯了 我一杯賣10塊 就會有人買 不是喔 現在的經濟狀況不是這樣 現在是一杯50塊咖啡 你賣10萬人家還不敢出門去跟你買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 所以現在現在的這個經濟狀況不是便宜就好 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這種經濟的停滯是很可怕的 是真的是很可怕的 是你再便宜 你都不確定有人會來跟你買 所以我覺得大家這個加油了好不好 又撐過看到小獅代表又撐過一個禮拜了 那大家如果都安全 那就超棒 然後繼續保持下去 希望這個下個禮拜 我在開直播的時候 大家還是一樣的安全 好不好 加油一下加油一下 好啦直播現在今天這個時間就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讓大家看了我吃麵 看了一個小時 然後這兩天 如果對這個醬包 這個Pakete 這個手絲不沾手的醬包 日本進口這個 有興趣的朋友 這兩天多關注一下我的粉絲專頁 我會再弄一個抽獎 那因為我要幫他宣導一下 所以這個今天有拿到這個觀眾朋友也麻煩一下 到時候我們的這個推廣文出來 再幫我們動動你的手指頭 幫他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兩天的粉絲專頁 先不要買啦 那個魏珍有幫我們貼這個網址 可是大家先不要買好不好 我這樣好像也很奇怪喔 人家廠商就是要叫我廣告 我要叫大家先不要買 也很奇怪 你們可以買好不好 把他買爆 只是說我這邊還會在這個發給大家試吃 差點講錯話 下次沒生意 可以買可以買好不好 先買了 我這邊我有多送的 有機會再送給你們 晚安晚安晚安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關注我 大家掰掰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